这个通讯系统网路上 你可能会遇到坏客 或者是这整个系统的话 如果在保全这个人员 这样机密 泄露 就会有后门等等的 会有很多各种的风险 而且你眼睛是没办法看到电脑的运作 我们现在这种选举模式 虽然好像很传统 可是各方都可以派监票人员 一票一票开 眼见为平 有多少票 报上去就是多少票 是可以验证的 就是过程中好像比较繁琐 但是它也大幅减少了 会被一些电子干扰的一个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日本到现在 它很多列车 全部坐到列车掌去看 这个到底还没有人才能够发车 像我们台中捷运 就是那个新复发 那个因加强掉下来 这个时候不就砸到捷运吗 它是先掉下来之后 因为电子侦测系统侦测不到 所以车才撞上去 意思是什么 你电脑或电脑这些 侦测这些系统 难免的会有误差 不会比人眼来的更准 这个事情 其实柯文哲他自己也新知著名 他过去弄了一堆科技政策 刚刚素肥只是比较客气 其实你要去系组 什么欧拜格会称霸天下 结果欧拜全部就变废铁 然后那个什么口罩贩卖机 还有一堆他要去推的 什么电子 然后投票选手掌 我跟你讲 他还弄了一个超天真的 荡秋千计时器 对 现在已经取消了 就是说 他这样什么就玩 给你记个时间 时间到了之后换下一个 就非常激热又无聊的一个设计 小草要牢记这个 荡秋千都不能超时 而且选举最不公 就2018他那一次 边开票边投票 其实他那次因为他选赢了 所以当作没这回事就不讲 最后我要去讲的是说 这样比起来 韩国瑜比较有政治智慧 因为韩国瑜他上次选的时候 他就说得明星者则天下 得民调者就则叉叉 然后又说 大家不要去看民调 也就接到民调电话 全部都说支持蔡英文 他觉得他这样讲法之后 最后蔡英文这个民调出来 他就可以跟他支持者解释说 因为我支持者都跑去 假装挺蔡英文 所以韩国瑜他没有拿出假民调 他不像黄珊珊 拿出一个最后跟最后结果 完全不同的 相差14%的 他说整个赖跟他差0.3 最后结果是差14% 误差范围是什么 是公然的造假 我觉得这个事件最严重在于是说 我们这四五年一直在讲说 柯文哲跟他党羽们很爱说谎 这一次从民调作假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用手机的 是用网络的 用简讯的 每一家都比柯文哲的内裁民调来得准 柯文哲就是全台湾最会说谎的人 民众党就是一个说谎的政党 我补充一下 柯文哲有没有在台北市实施过电子投票 有 iVoting 对啊 对不对 iVoting我们投出什么 公管要不要实施徒步区 绝大多数人都同意 结果柯文哲有实施吗 不敢 因为公管如果实施徒步区 大约整个公管就整个塞爆了 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做 没有 所以柯文哲就不要再骗人了 你自己在台北市 用iVoting iVoting也是电子投票 投出来的结果 你都会不实施了 所以你不要再骗人了 来猫要补充 因为刚刚提到坐票 我想特别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前几天坐票 要讨论最凶的 就爱丽莎莎那边 那现在看起来爱丽莎就跑出去韩国玩了 那我们就看看其他的网红 就是这一位就是那个勾起你心中的恶 他直接把那个坐票的影片 然后整理好之后 放在他的会员专区来赚钱 假消息也可以赚钱 你看他们找到证据了 那你想看到 对他们找到坐票证据 你想看的话 不好意思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看 所以你说这些谣言影片 能不能赚钱 对有些网红来讲 是可以赚钱的 好不好 我收过八个不同的影片剪辑 各种标题 然后各种角度 有的模糊 有的清晰 全部都在说那个投票项夹程 那传给我 我都马上跟他讲说 票没问题 不是因为台湾的民主 不是我想说你怎么没有上当 你赶快立刻学爱丽莎莎po 你的流量就来了 不可能 不是我觉得科学 不是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 我们要对我们的中选的选举的机制 就是有信心 如果今天票太接近 那些票真的有可能影响到结果 你再来看 验票有一些票是怎么样的情形 像屏东 可是这种差了14%的票 或是差7%的票 它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翻盘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操作 反而会让这些科本 醒来之后有可能变科黑 他们现在抓到最新的证据 这是中选会上面的资料 中选会上面的那个第0774的投票所 它的民主进步党只有获得2票 然后统促党获得310票 作票 对 这个就是作票 这是作票 但是以我们一般人去看说 这就连在一起 应该是key措资料 前后key措资料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投销所 更夸张 它是那个统促党拿到282票 然后民进党0票 然后国民党跟时代力量 国民党只拿到1票 然后时代力量拿到284票 就是他一次key措两个 然后这个我 现在已经在很多群组里面在传了 你们看这个作票证据 没有全部做好 有这几个 我统计一下大概5个开票所而已 然后我刚刚也打电话问中选会 中选会说他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审查中 不过现在就是 因为那些影片他们说要告 所以他们就要挖出最新的 说这是你们中选会官网上面公布的资料 这个就是你们作票的证据 我就继续看他们演下去 因为开票所有一万七千个 如果一万七千个里面有五个是错的 就表示良率是相当的高 已经是99.9以上 那作票做给同处党 这也是很奇怪 所以不是这是谁作票 民进党不要票了 民进党把票让给同处党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他不理性不务实也不科学 因为他讲说年轻人不能去投票 所以他要主张的并不应该是电子投票 而是不在即投票 也就是说你可以远距投票 比如说我因为在台北工作 我没有办法回高雄 所以我可以在台北的某个投开票所 去投高雄的票 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解决他刚刚讲 年轻人去工作不投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觉得这么多人眼睁睁的看你的拍票 你都不相信了 电子投票没有人看 你确定开完不会像郎东这样 他马上又说 这个我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都没有人看 他一定会的 这没有人看到 十几个人看到 你都觉得会作票了 电子投票你怎么会相信呢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礼拜谈了几天 有关于国会龙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那今天看起来稍微比较明朗 因为有一个人 选我选我 那个是谁呢 那个是韩国瑜 那我们这边我先请教 郎东请教 因为这个韩国瑜他就出来讲 你看电子快点来 跟各位介绍 我所请托的搭档副院长人选 就是江启臣委员 然后他讲说 我有点不知道这一句在写什么 我们才能实现 对八百多万选民 所做出的神圣承诺 哪里哪里把自己 怪到八百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起错了 好然后再来我们看 他说只要民众党的朋友 愿意合作的话 江启臣委员是愿意 把副院长一直优先 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要促成在野大和解 那我们也让民进党 真正感受到六成民意的愤怒 Anyway 那我请教 在现在的一个这样的氛围底下 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是 民众党回应说 我们不会跟个别的候选人 私下协商或者是利益交换 之前黄国昌出来话的时候 那其实国民党除了赵少康 一头热之外 其他人也是蛮冷的 那现在换 韩国瑜出来之后 民众党冷冷的回 你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 韩国瑜选江启臣是非常聪明 因为江启臣重要幕僚政召新 现在要当台中的副市长 而卢秀燕 他又重用了政召新的之后 其实他就 韩国瑜透过江启臣就牵起了 他跟卢秀燕之间的一个桥梁 因为韩国瑜最害怕的是说 以后他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席次都被战斗兰所掌握的话 会变成战斗兰的老大 隐性的躲在眉睛里面的赵少康 会去影响整个立院生态 可是因为韩国瑜他本来就跟云林邦 张家都非常的熟 那边本来就有四五期就在那边 加上台中又选得不错的话 加在一起其实就已经有十几期 所以其实韩国瑜为了要稀释赵少康 战斗兰的一个影响力也之局 但不代表说他要跟战斗兰直接对干 而是说透过这个方式先拉拢 未来很有可能选市长江启臣 跟很有可能代表国民党选总统这个卢秀燕 去巩固他立院龙头的一个角色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空间 说如果民众党来谈的话 江启臣是可以退让的 但是其实民众党他现在的话 就已经骑虎难下 他一开始就姿态白很高 就给大家去出考题 其实这个出考题就是很荒谬 是说他到底来讲 民众党他跟谁合作 他就看他理念跟蓝绿哪一个比较接近 他自己选 那蓝绿的理念 我们这段节目已经被讨论好几年了 民众党不懂吗 看不出来吗 证件就写得非常清楚 这有什么在两岸外交经济上面 你就自己看一看你的证件跟谁合 你就去跟谁谈 结果现在发现是说 蓝绿就看穿民众党 就是要蹭声量之后 双方都已经把底牌就掀出来了 民众党发现 好像也好像没什么谈 蹭不到声量 而且他作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 作票的谣言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说民众党现在才要说 那我们不要这个什么密室协商 我们这个不要利益交换 他们每次都这样 他希望的就是说 公开透明直播讨论 然后这个流量就要一直赚 他希望这件事情炒越深炒越久 对于他这个整个网络声势就越强 可是因为蓝绿都知道 而是说民众党是属于一个翻来覆去 然后又一直说谎的一个政党 所以说不是不跟民众党合作 而是说民众党这种乱出考题 制裁很高的这个方式 会让未来的合作是困难重重 一直最后的结果 民众党很可能就是自己提人选 自己提人选之后最后票就是蓝 那就是保送国民党 保送韩国瑜 然后民众党就解释说 我们没有保送韩国瑜 是因为蓝绿都不想跟我们公开谈 找这些理由跟借口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说 民众党他就是觉得韩国瑜当院长 他也没差 反正他最后的核心的重点 也不是政府院长 而是在过程当中尽量的炒 尽量的把他声量拉抬起来 所以说对于绿营的支持来讲 也是松一口气 就是如果你跟民众党谈 到时候又闹到国民党 去年的这种惨剧 整天跟那边咕咕咛弄了老半天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在选什么 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很伤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在四天前 就是柯总招就说以对话再去瑞亢 但是因为黄国昌他就出来就是要对抗 其实那四点诉求 说实在 蓝绿如果要恶搞民众党的话 我们可以到其次决定要提出好题目 你八席提四席 那我五十席的蓝绿 五十二席 五十四席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给你提个25个问题 你这25个问题先回答完之后我们再来谈 这个没有必要 就在闹 所以我觉得其实讨论到这边 大家就会发现民众党他的目的就是闹事 立法院里面最重要还彼此要互相的沟通妥协 因为法案必须要对人民的生活有利 而民众党这种闹事的这种风格 以后一定会被民众所唾弃 我觉得你这个闹事的风格可以延续到下面来 易善哥是这样 因为柯文哲在今天韩国瑜 PO出说他要跟江启臣搭档之前 他说新潮流不等于民进党 然后他就想 所以你是有要跟民党合作吗 因为他之前要在骂 好像就是针对新潮流而来 因为一定当不当 民进党都是新潮流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讲话 真的就像老柯讲的 听听就好 因为柯文哲讲过什么 放心好了 蓝白一定合 阿伯没有放弃 你们都不要放弃 这个人讲话天天特特 你觉得他现在的算盘是什么 对 老柯不愧是最了解 柯文哲的民进党人 那因为柯文哲很清楚了 他用他的巴席在游走蓝绿两边 两边在喊东西 希望把屁股抬高高 两屁股抬高高热脸就可以来跌 结果他冷屁股来高高 之后没有人来贴 他不断的透过陈佩吉说 有人打电话给我 侯友宜打电话给我 朱立伦打电话给我 其实他最想要接到谁的电话 他想要接到老柯的电话 看老柯可不可以求他说 我们来合好不好 你的巴西来 他就可以喊加码了 加码都喊高高了 结果老柯看破了 说没有 那沐喉而冠 直接讲破你 你叫沐喉而冠 黄国昌当副院长还得了 这些事情都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 是不可以交代的 而且不愿意跟所谓的 翻来覆去的民众党在合作 所以今天老柯的这个专访的消息 释放出来之后 国民党基本上就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为什么说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息事 是大于民进党 也就是说国民党 即使没有民众党的8票 只要民众党的8票不跟民进党合作 他们就可以自己赢得 所谓的立法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所以柯建民跟拒绝了柯文哲的 这个所谓的跟民进党的合作的这个提议 反对了这个提议之后 其实是给国民党一个善意 就是说你们可以自提人选 而国民党也很聪明的 除了自己提人选的还说 我的副院长可以让给你 你变成是我分给你的 不是我答应你的 我求你的 所以这整个局势来看 大哥赏你一个副院长 吃吃看你民众党要不要 叫你小蓝 因为毕竟整个选战过程里面 白蓝合作还是一个局 很多支持者是重叠的 虽然他们也不敢得罪 所谓的白银的支持者 所以说我们赏你一个副院长来做作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说 到最后变成我赏你口饭 变成民众党要不要吞 变成民众党用求的 那你民众党要不要被求 说国民党变成小蓝 说真的 绿营最喜欢看到这个局面 最好黄国昌跟国民党合作 还绑住一个黄国昌 只能敲锥子敲敲敲敲 然后跑销说太离谱了 还进去敲 因为副院长又没有能够干 除了敲锥子跟政党协商以外 其实功能性不大 真正的功能性在民众党的党团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预设是黄国昌不是黄珊珊 因为毕竟巴西立委里面 唯一有两个有立法院经验 一个叫黄国昌 一个叫吴春城 为什么吴春城有经验 吴春城拉比了20年 他当然有经验了 所以黄国昌 黄国昌才第一个就要公开透明 那个利益回避 就是指吴春城你不要挑战我 其实他在指使吴春城 他虽然是对蓝绿喊话 其实是讲吴春城说 你里面拉比一大堆 你要公开 他自己岳父开建商也公开透明一下 利益回避一下 所以我要讲说黄国昌 这个局被所谓的屁股抬高 要蓝绿来热脸来蹭的这个状况 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而未来的国民党 可能会掌握的立法院 而民进党掌握行政院 我觉得如果行政立法协调的好的话 这个代表了74%的民意 不被所谓的巴西的民众党的立委所绑架 好 那林涛是这样 因为你们这边很尴尬的是 韩国瑜是讲说 我跟江启成搭档 如果你们有意思的话 我可以留你 那刚刚讲说是江义军对不对 可是可是赵绍康的说法就是这样 你国民党要有生意的 没合作就没意思 然后他讲说 不妨连昭委都可以多给几席 那你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就尴尬的 应该现在是民众党啦 因为他到底要跟谁合作 看起来他说这个新潮流又不是民进党 感觉 初培 绿白好像又有可能 你们要慎重考虑 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总招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让给你们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现在又要开始玩天秤的游戏了 他玩蓝绿蓝绿的游戏 等等 因为柯文哲在玩天秤游戏 我们知道 可是赵绍康为什么要来 好像要促成这一个 让他可以画Balakian的空间 这是我们觉得 为什么国民党里面有人卧底在 就是说民众党好像卧底在国民党里面 出了一个赵绍康这种氛围 我觉得各种说法在韩国瑜 还没宣布江启臣前都有机会 都有空间 在韩国瑜刚才在脸书 宣布江启臣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空间 因为韩国瑜直接反江一军 说真的韩国瑜的做法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基层 对于蓝白合作是非常有情绪的 你要反映这个情绪 就是大家都说 我看到很多图卡 说国民党要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像过去一样 那好 如果韩市长他推出的方案 看起来他也听到了 国民党的基层这样子的情绪 所以基本上他先把江启臣定好 可是他同时留了一上窗 就说好 假设你今天台湾民众党 真的要跟我们合作 我们表达最大的诚意就是说 我们这个副院长江启臣 我们可以让给你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棋 是打得非常漂亮 是也同时解了党内的情绪 同时给了蓝白合作 最后一个一上窗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最后求是丢给台湾民众党 你虽然他现在是冷回 就是说我们不会跟任何人谈利益 可是求是放在你那边 你要怎么回应 那你要现在要做决定 我走自己的路 我就不要跟大家合作 还是你还是要等绿 还是要等蓝 蓝已经说得很清楚 所以你现在抽搐的原因 是要在等绿吗 所以我觉得全民都在检验 我补充一下 我怎么觉得我看韩国瑜的脸书 跟刚刚林涛所解释的 完全不同 他说 哪有 他说我们要共同监督是优先目标 所以只要民众党的朋友愿意合作 江启臣委员更愿意将副院长一职的搭档 优先让给民众党 有吗 你们还是在期待民众党的来啊 而且来的威 我江启臣 不要紧 换掉 直接打掉 换你们做 直接可以换掉 直接换掉 刚刚如果依照林涛所讲的话 是没有合作的空间 我们已经国民党决定了 我们不让你威胁 两个层次 我们自己国民党选 国民党的 不要让你们这巴西给我勒索 可是韩国瑜讲的是 只要你愿意回来 没关系 我江启臣放掉 就算是未来台中市长候选的 我都把他放掉都没了 怎么不太同 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趣 如果副院长都可以跟人家合作 都可以跟白银合作 那我就问一个 韩国瑜院长未睡 目前还没睡 你怎么不愿意把自己院长的席次 拿去跟白银换 如果白银愿意合作 我韩国瑜也愿意把院长交给你们做 这样牺牲太大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 立法院以后改一点半上班好了 对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看到韩国瑜这个贴文 真的觉得很有趣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依照民进党来讲 你看我们选完之后 国会自主 所以是由党团的总召来决定 国会龙头 我们要怎么样派人出来选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一次是用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不过也就是 国民党一个立委的当选者而已 为什么他可以整合这一件事情 然后出来这个 这个好像已经决定 他已经当选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是韩国瑜自己一个人的主张 还是国民党的主张 而国民党如果像林涛所讲的 我都已经不想要跟白银合作 我也不想要被你勒索了 留一上窗 那韩国瑜这样子的做法 难道是在呼应赵少康吗 因为赵少康一定说 我们不止副院长 我们还请席招委 全部都可以让给你们 全部都让给你们都没关系 我们只要跟你们合作就好 所以我要想的就是说 这是不是国民党的内斗 也已经开始了 民进党非常清楚 民进党就说 如果你们要来合作 其意而归过来 那我们没有要跟你们 有什么样的交换 但国民党现在还在期待 我请教一下 因为如果民进党 就是维持原本的盘的话 那就是拱手让给国民党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牺牲是 无所谓 没关系 因为你不要与虎谋皮 是这样吗 我觉得对民众党 现在所做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如果他要去 跟国民党合作 那也是很奇怪 大家想一想 黄国昌 为什么会让全台湾人 都认识他 不是就是反服貌吗 反服貌 反黑箱的那个人是谁 不是就是张庆宗吗 结果张庆宗 他儿子现在在国民党 是新立委的当选人 结果你国民党 去跟他合作 你柯文哲 你民众党 你黄国昌 去跟他合作 你不好笑吗 你能够说服所有 当时跟你站在街头 的那些年轻人吗 虽然那些年轻人 现在都已经三四十岁 但他们不是票 他们不是支持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对于白银来讲 他们要跟谁合作 我觉得他们自己 在这两个要选清楚 听说嘛 昨天钟晓平 议员在我旁边的时候 他说蓝白之所以会翻脸 最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柯文哲要行政院院长 国民党不愿意给 所以才翻脸 结果你看 选前政治分赞 选后到现在 在立法院里面 继续政治分赞 所以你投给国民党 投给民众党 全部都是为了政治分赞 完全没有在讨论人民 其实韩国瑜把江启成 这张牌量出来之后 蓝白就不可能会合了 因为现在蓝营 哪一个立委说 要跟白合 他就不要江启成 就要跟江启成作对 江启成是有政治未来的 这就是有机会 继如许人之后 再选上台中市长 至少就蓝营的角度是这样 所以如果哪一个蓝营立委 包含赵绍康在幕后 如果再出来喊 要去跟民众党合的话 他就是要把这个 你看韩国瑜 为什么要把这个照片 PO出来 这合照有生意 江启成笑得很开心 你忍心让个比的赞 又笑得那么开心的江启成 没得当副院长吗 从蓝营的角度 你会变叛徒 除非民众党提出一个 非常好的条件 好到蓝营没有办法拒绝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 基本上就已经分了 蓝白之间要合作 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民众党没有要拿出东西 民众党是来要东西的人 所以拿不出来 要东西还要做成 好像别人跟他讨一样 我觉得林涛 今天在这边很好 因为你是政策会副执行长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带声音回去 国民党看好了 民进党只示范一次 因为去用骗一刀 你们就怕到了 对不对 那国民党 其实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 那个六项协议后来 撕毁了这件事情 有没有梗在心里头 有没有当作是一个教训 我们来看 来智杰老师 这个是黄伟翰 他在讲说 柯建民跟黄国昌之间 有辛仇救恨 柯建民真的太讨厌黄国昌 我觉得他的形容词 有点问题 因为其实应该不能叫做说 是先天性的讨厌 他其实是因为观察了 他很多的行为之后 才有的心生厌恶 所以铁了心要断绝 跟民众党合作之路 什么样的缘由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带了五个立委 到立法院的时候 那就跟柯建民作对 那也不是说两个人是情绪性的作对 就是各种法案 为了反对而反对 你们这边签了 我就偏偏不要 然后他就讲 黄国昌就是不喜欢民进党 这个我也觉得有问题 因为黄国昌和喜欢国民党 也不喜欢 黄国昌就是只喜欢自己 不喜欢所有人 他不喜欢蓝 也不喜欢绿 然后当时林长佐 其实跟绿营的关系还不错 那被人家认为说 实在力量是不是就是小绿 黄国昌被讲的就很不高兴 然后最后 他也不可能 说再回到立法院时候 就变成是不是小绿变中绿 他觉得也不太可能 那一些相关的 这些过往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 民进党真的有示范过一次了 然后在立法院 其实有很多的经验 留下来 如果是探听之后 国民党就知道说 千万不要再探下去了 对 就是其实 现在这种状况 在立法院里面 真的很为难 其实我对总招是 于心不忍的 因为他之前 对我们有所寄望 包括像运鹏 静怡 我 世杰 那我想说完蛋 我们大家都不在 现在只有51席 差一个人在那边 我觉得真的是 对他很于心不忍 因为面对一个 非常妖魔鬼怪的国徽 然后里面什么样 乱七八糟的状况 都会有 那我会觉得 国会目前的龙头 它很重要 第一个 他要先收议事规则 因为在这种 很混乱的状况下 三党都不过半 一定会有不同的提案 杯葛 各种状况 第二个 我觉得他要非常会协调 如果没有办法协调 很多议案都没有办法过 那再来就是 我也不觉得民众党 目前像黄国昌委员 他会想要去做 什么立院的副龙头 或者是立院的龙头 因为理论上来讲 那个立法委员的 那个院长 根本就是不能参与表决的 他只有同票 他才能进去 那你对小党来讲 这样不是白白牺牲一席吗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理论上 我并不觉得说 民众党今天是会有 意愿要去要这个 立法院的院长 或者是副院长的角色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那从民进党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从过去这一段时间 包括我们自己在新竹 我觉得合作非常有困难 不管是跟民众党 或者是时代力量 因为过去的各种经验来讲 都不是一个非常美好 值得信任的经验 所以非常困难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我有看到 有资深媒体人 他在分析说 在票盘的影响上面 立委蓝白还这一块 到底影响性有多大 他其实整理出几个选区 我觉得也是整理的蛮不错的 那就您的部分 在新竹市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超过总统票 然后再跟立委票之间 那个差异性 那我们看像是智杰 这边是八万三千多票 然后比赖销是少了九千多票 那我们看正正前这边 他是九万两千多票 比侯康多 所以显然是不是有一些白银的票 灌过来呢 那当然我们还要观察是柯美兰 柯美兰拿五万一千多票 比柯英配是少了三万九千多票 那是不是有那个影响 因为你这一区 我比较不太了解那个结构 那我们看一下别的地方 我举例 举郑玉棚为例 可以 郑玉棚的部分 他的票比总统票多两千多票 可是牛许庭 就他的对手是多一万六千多票 也就是说柯英配有很多票 其实是投给牛许庭这一边 所以造成了一个致命性的影响 那你这一区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这一区状况是这样 就是柯美兰医师很晚才出来参选 因为前面民众党找不到人 那但是他一出来以后 他的民调其实就是他最后投票的民调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 稳定性的 稳定性的佛系的一个没有增长状况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是 柯美兰医师抢了我的票 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 他的票是蛮固定的 就一直都是维持在18%到20% 那我跟赖副总统中间 有一个落差就是九千票 那这九千票显然一定是 比较台派的人头的 所以他不太可能在总统票 去支持柯文哲嘛 也不可能在立委票去支持柯美兰 所以这九千票的落差 我自己估算是 时代力量的邱委员拿去 那时代力量的邱显志委员 有三万多票 所以我们也不能心存认为说 他有三万多票 所以时代力量如果从此关灯 那这三万多号 就会回归给民进党了 并没有 因为你看赖副总统 这里也才多九千多票 如果照他这个讲法的话 时代力量三万多票 都应该要加上去 赖副总统在这边应该大赢才对 怎么会只赢这个一千多票 但我必须讲赖副总统 在柯文哲的老家赢他一千票 我们是非常努力的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对这完全打脸 这个柯文哲的状况 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桂雅分析是没有错的 因为郑正前委员 他从全市 除了他自己的总部 没有半块跟何友宜合体的看板 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当然固然蓝白很晚才破局 导致他前面都没有看板 那是单独的 第二个他是想要包牌的 因为高宏安市长 频频为他来背书跟站台 所以确实有一些白银的票 试贯到郑委员这里去的 这也是没有错 但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真的 新竹本来蓝绿比就是6比4 他本来结构这样 我们的基本盘就 6万5到7万出头 我们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次已经增长到8万3 像我们四年前选立委的时候 是三个人选 得票是8万 8万2 你是比他比郑宏辉 再多一千多票 对但是我们很多人选 他那时候只有三个 我们这时候理论上 应该等于算4个嘛 那市长选举的时候 是7万多 也是三个人选 所以我们这次是 非常的努力 我觉得是议员们 真的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必须说 我们没有办法 寄望在新竹 这么复杂的选区 蓝白不合 然后让我们赢 我觉得一定要 民进党要想办法去 扭转这个劣势的结构 未来在新竹才有机会 中间选民的部分 那我问你 你有特别针对年轻选票 怎么样突破吗 对啊 我觉得现在目前 其实我的支持者 年轻人是多的 你在车嫂 你就知道 因为三明治世代 我有比较大的 认同感跟优势 因为我是妈妈 也是女儿 然后有小家庭 我觉得这个在逐科 尤其是关心理 我们新竹有个理 叫关心理 它是全国收入 第一名的理 那个理 过去民进党是输的 但这一次我是赢的 所以是里长 其实那时候 我们看了以后 大家都蛮惊讶的说 民进党其实原来 在关心理 是有机会赢的 所以我觉得 不要妄自菲薄 即使再困难的去 我们也要去 开拓跟经营 我觉得是有机会 好那易善哥 有一个部分 因为说到票 我就想到一台 因为柯文哲 他2014 在选市长的时候 拿下57% 然后2018 他就下41% 小银丁手中3000票 然后再到这一次 台北市 他只拿23% 你觉得是因为 觉醒的人变多了吗 对 对 因为这个金营 起刑 因为知道他的 在市政上面的 种种的做法 其实是没什么政绩 包含他比黄珊珊的 当初选市长 也少了3% 黄珊珊其实比他多了 在台北市的民意支持度 是比柯文哲多的 那么自己内部治愈一下 黄珊珊可能取代柯文哲 在台北市的部分 比如说你柯文哲 你做了八年的市长 结果比你副市长 去选市长 还得更少的票 这个就是你的危机 有越认清柯文哲的人 就会越离开柯文哲 这已经是铁律了 那未来包含这一次 他们在选后的检讨 我们都说 他选前怪民调选 选后怪作票 然后那个怪小草 不出来投票 他都怪别人 现在有整个选战过程 说真的 最后年轻票是有吹出来 因为我们预布大概7成左右 7成以下 大概年轻人不积极投票 7成以上 叫做年轻人积极投票 有人说柯文哲 在最后看阿伯的活动也好 小草运动也好 最后的凯道运动 其实都是年轻人 自动自发来支持柯文哲 包含最后在选后 他们不断的 他们很伤心说作票 不断的转传这个作票 我都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的流量很多 都是中共给他们的 他们是真的伤心 这群伤心的人 你不安慰他就算了 还怪他们不出来投票 难怪会慢慢的跑掉 你只要跑 你只要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跑掉 所以柯文哲 如果你在不思考说 如何去经营你这些 真正支持你的年轻人 年轻人会长大 年轻人只会被骗一次 年轻人会从20岁到40岁 40岁以后会变50岁 2014年 不要忘记了 他的大部分的支持者 也是年轻人 为什么他的年轻人 10年前是年轻人 30到40 40到50 他就不支持他了 因为人会长大 小草长大 小草长大 小草长成大树之后 就变新了 穿完就变仙草 仙草是黑的 变黑 小草长大变仙草 今天进去也名言 大家就会慢慢的远离你 所以柯文哲的问题 都不断的出 他就是网红政治学 哪里有议题就往哪里蹭 哪里有票就往哪里蹭 但是他旧的票 他都不去经营 如果他再不思考 如何去经营组织 未来这群所谓的 30到40岁 他们会变40到50岁的时候 一样会离开他 不要觉得说高中生 我现在高中生过半支持 这些人会变成 下一次的手头组 但是你先思考 你的30岁会40岁 会先远离你 我补充一下 那个因为一直有人讲说 柯文哲执政8年 结果整个台北市 没有赢下任何一个礼 其实我还是要鼓励他一下 其实整个台北市 1764个票仓 票箱 他赢了四个 四个投票所有赢 对 四个投票所 他有赢 一妹妹 一妹妹 所以其实礼的话 礼的总数 一妹妹是几票 一妹妹就是 246跟 这个赢比较多 然后这个是赢个50票 然后这个大概是赢个 100票左右 就只有这四个投票所 投开票所有赢 然后其他所有礼都没有赢 这其实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柯文哲 下次要是再出来 再义无反复 再拼一次的时候 他的正机牌 已经没有办法再打 就代表说 你看他执政8年 没有人要买单 他不是最爱讲说什么 他是一个最会还债的市长 你看讲了 他最会还债 大概讲了 听他讲5年以上了 结果这次选举 他一直一直讲 那代表说 下次他没办法再用 那他下次可以拿什么出来 没有啊 他就是会继续用啊 因为他不管 他看不见这个的 你不要忘记了 他都看不到 他会不断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永远只经营那个手投足 因为只要投过一次 只要认识过他的人 在下一次的捐群之后 我们这边有多少是柯文 全部变新变仙草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柯文对柯文 当然我觉得年轻人 在这一次的支持里面 没有支持民进党 这是一个事实 但我认为柯文哲 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 其实会不会一直持续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 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讲 他也会一一的去证实 你柯文哲讲的事情 跟你后来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样 比如我刚刚讲的 你未来在很多的政策里面 黄国昌都跑去 跟国民党合作的时候 人家就会质疑你啊 你知道吗 对国民 对年轻人来讲 国民党比较讨厌 还是民进党比较讨厌 应该是国民党 离年轻人是比较远 但你在未来的政策 合作的时候 你如果都是 跟着国民党在作乱 很多的年轻人 会没有办法支持你啊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年轻人会不会 像这一次一样 再这么高的支持度 支持他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总是会长大 可是人家在布局啦 人家布局到16岁啦 来猫猫我请教 因为有关于 那个小草识别症的这一块 那因为那个农艺女孩 看世界的那个粉砖 他讲出来之后 那民众党就有一套 自己的说法嘛 包括柯文哲讲说 没有啦 那不是我啦 那可能是彻翼 什么在反窜啦 然后究竟你了解到 那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 刚好那个民众党党政 我也还一直有在追踪啦 所以我有很多 那个过往的资料 然后其实这样的 就是那个台湾民众党呢 他看他的党政策 他们是16岁 就可以加入民众党的哦 然后他们18岁的时候 就可以担任他们里面的党职干部 然后但是就是要缴钱 要缴钱 上面有还特别提到说 你要有缴党费 然后才可以有这些东西 那很多人就讲说 那民众党是这样 那民进党是不是也是这样 没有民进党 我有去翻了一下 民进党是有写说 要满18岁可以进来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那个魏晨宁也是可以加入民众党的 那民众党一开始的那个党政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终身党政就缴1万块钱 他们的终身党政只有第一年收费的时候 只发出1334张 你也有 我就是终身党员 又被开除了1万块不退 对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发的时候讲说 发完就绝版了 那时候还说你就那三个月有缴钱 六月到八月 三个月你没有缴钱就没有 所以那时候只有1334张 虽然说后来好像蛮多人剪卡的 结果隔年 隔年他们就开会 开会就讲说 他们要那个 虽然说那个初始的那些党员有尊荣感 那张卡片有尊荣感 可是很多人询问 所以他们决定重新再发 但是样式稍微不一样 对 那现在就是有分这几种 这个就是最初版的终身党政 最初版的终身党政 那现在终身党费是1万块钱 你拿到以后就有像这样 但是不是最初版的 它有改版 然后你现在如果只缴500块钱的话 它是给你一个虚拟党政 数位党政 然后如果你缴了今年跟明年 就是2014跟2015 两年份的话 你缴两年份的话 它会送你一个悠游卡党政 跟这个也涨不一样 有一个悠游卡党政 然后如果你只缴一年 但是你又想要的话 你就再加300块 他也是会给你 然后你看网路上其实有很多 就是有秀啊 就讲说你看2024 2015 好像他有刷卡1000块 他直接就送你一个实体党政 那那个农艺女孩 他上面的那张图片 看起来是数位党政 就他们有个APP 包括他们要投党主席啊 什么东西投票都用那个APP在投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数位党政 林真宇的数位党政 上面就写说你的那个党员编号 跟什么什么东西的 但是数位党政就是你 就是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炫耀 可是你知道我有去看那个 他们的LINE群啊 你看我看LINE群 他们LINE群其实 哎 麻烦了 你看他们就讲说 请问各位前辈啊 现在加入民众党啊 缴费的话啊 党政是有优优卡功能还没有 他们就会想要去缴 然后他会很开心说 收到第一张党政优优卡 然后可以跟人家炫耀怎么样 然后他们里面也一直在推说 哎 你要缴什么之后 我跟大家讲一下哦 如果你想要缴满两年 然后要有那个优优卡功能的 要在今年1月31号之前缴 1月31号之后缴的话 没有这张卡哦 现在有特惠活动好不好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不小心错过这一波特惠活动 7月1号之后缴的话呢 可以今年跟明年可以打折 七五折好不好 因为其他的政党没有什么过 年后过一半变比较便宜啦 就他们就是 你只要过7月1号再缴 他们会有那个 就是人说霸会公司的 那个周年庆是不是 对 他们有各种周年庆活动 我跟你讲 你这一波没有跟到下一波还有 所以不要紧张 你这一波是那个 就是1月31号之前 就是有给送你实体党证 然后过7月1号他会有那个折扣 所以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加入政党 你就看一下说 民众党现在有什么特惠活动在加入 好不好 各位小早你们还是要看一下 那苏培你们是不是要担心说 他已经开始针对年轻人 因为我是觉得爸爸妈妈担心说 那个什么邪教啊什么 我觉得那可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家庭里面的沟通嘛 现在已经到高中生了哦 那高中生四年后2028的机会来了哦 他们已经开始酝酿培养 到时候会不会还是根深蒂固的科粉 我们是不知道 会不会变现草不晓得 可是变成是你们的一个危机点要去看哦 我觉得柯文哲怎么样经营这些小潮 就是柯文哲自己要去面对到的挑战 因为很多人过去支持他 后来只要认识他就不会再支持了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不是过去红卫兵 因为红卫兵他的那个资讯 其实是完全不通的 所以他只有他只能听毛主席讲的 但现在柯主席你在网路上面 你在抖音讲的 不代表我不能去验证 所以我觉得民主社会 是不是可以让柯文哲继续玩弄 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不管各种社群 他都会有一个类似 我在这一个温层里面 我就很 一温层就很难进来 那所以他们会不会看不到 你看到的那一些东西 当然当然是 就是说台湾是民主社会 我如果愿意要去突破 我都可以去突破 所以这些年轻人 是不是完全没有可以接触 别样的讯息不一定 可是现在他们最主要去接触的社群平台 全部都是柯文哲 这是一个事实 但这一个平台之外 有没有其他平台 民进党应该要去经营的 我认为是有 但这件事情对民意代表来讲 这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你知道我们又要跑基层 然后我们本来只要经营脸书 现在还要经营这个Youtube 又要经营Tray 又要经营IG 还要十不五十 就要Rail一下 推拍一下短影音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不简单 你现在开始有短影音了吗 我有尝试 但我真的觉得 我的操作的手法 不如年轻人来得好 看一下瑞德哥 他昨天用一个最阳村的方式 就这样子 然后自己拍 他的流量已经冲到一万五了 我下午的时候看的时候 已经有一万了 算是还不错 所以我知道 你要知道 就是说对一个不常使用的人 要突然使用这个平台 你要挑战你自己 能不能站出去 然后做好这件事情 还能够把该讲的话 跟大家沟通 所以这件事情 对很多的民意代表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很像当时 上一次市长选举 2018年的时候 韩国瑜带来了直播的风潮 后来所有人都去直播 但一阵子之后就停下来了 现在改变的方式 其实又是另外一种 短影音一分钟的方式 所以民意代表 其实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但我们要接上去 我们正在努力尝试 这也是让年轻人 可以更接触民进党 但除了平台之外 我们平心而论 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很多是执政的包袱 那这执政的包袱 其实是内容 我们澄清了很多 蓝银跟白银 对我们的抹黑 但这一些东西 其实你除了帮你自己辩护之外 你应该要告诉年轻人是说 你在意的低薪高房价 我们到底做了多少 然后有多少 我们还没做 我们正在准备做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没有做到的 这个沟通不够完整 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内容上面 我们跟年轻人 断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因为毕竟 我们现在是掌握权力的人 资源分配就是在民进党 我们责武旁贷 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除了多元的平台 还有包含能够及时的澄清 还有内容能够更符合 年轻人所需要的 我觉得是接下来 执政党必须要去做好 我可以讲一下 关于那个 我觉得民众党 他在做一个行销上 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他从头到尾 不断地洗一件事 就是蓝绿一样蓝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的严重 因为民进党 不管你再怎么努力 明明你的执政状况 是突破非常多困境的 他就一句话 他说你们都一样 所以只有我不一样 所以他是做一个区隔 就是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而蓝跟绿是一样的 所以他马上就被distinguish 他就立刻被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在新竹的时候 就是遇到 像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去买东西 我一眼就知道他没有投我 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店员 我说你投柯美兰 对不对 他说对 然后我说 他就说 可是我不知道你这么亲切 我只知道你是教授 然后我就说 那可是柯阿姨已经60几岁了 他以前也是眼科医生 他也没来你这边 你为什么会投他 他说因为蓝绿一样烂 我就想换党试试看 他现在的话术就是 蓝绿一样烂 换党试试看 你看这多么的有力 所以不管你多好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从他的这个话术里面 去把你自己抽出来 然后把你的品牌打出来 你就马上掉进柯文哲这陷阱 不管你今天跟柯美兰 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可是在他讲 他不是投柯美兰 他是投一个 不是蓝绿以外的选择 所以他提一颗西瓜也可以 因为反正不是蓝绿就可以 这个我补充一下 柯文哲最喜欢的做法就是贴你标签 对 当这个标签一贴上去之后 你要把自己撕下来 要花很多力气 除非这个人重新认识你 见过你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标签做过来 所以我在想我们民进党后面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打破他现在不断反复的形 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嘛 多元平台的经营 还有及时能够去反映 比如说这一次做票的事情 虽然还不够完美 但我们有及时包含中选会 第一时间出来开计者会 包含马上要进行调查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去做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假的 这个平台常常传的讯息 不是 我跟你说 你感觉很快 我感觉很慢 因为比特网的流量 冲到150万的时候 你们这里有充当 我感觉有更慢 我同意 因为也等到我已经有民众 传给我的时候 我去看那个上面 已经太晚了 已经流量已经出去了 那个网路必须要长线经营 因为只有选举的时候 才经营太短了 你知道像是高端 之后被抹黑是说 很多这些国高公司 他连看一个电玩直播 就看到丁特在那边骂高端 对 骂疫苗 他是直接 他不会想说这个 他平时喜欢看这个人打电动 但是这个打电动 顺便跟他讲一些政治的事情 他就相信 他不自觉相信 而且他不会去Google一下 看看另一方的说法 那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民众都要想 现在这个时代 你要接触到年轻人 甚至半年到20岁以下的 过往去跑公庙 还是跑里民中心 这个做法 现在就改变成说 你要去做YT直播 要去做SYS 当然刚刚素费医院也讲的 没错 因为心力有限 所以其实党中央的资源 也很重要 党中央也可以做个直播室 开放所有这个名带 在各个每一区 都可以去用 好 来医生 我补充 当然说柯文哲邪教太过分 但是他确实在操作 所谓民粹政治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过去的民粹政治 可能是统独之间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一些 操作民粹政治 韩国瑜也是 阿比也是 这个就是过去的 所谓的统独的民粹政治 至少他不是在年龄层划分 可怕的地方 他是用年龄层划分 来操作这个民粹政治 两人说他在耳毛泽东 对 前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 再前一个例子 就是纳粹的希特勒 他们操作年轻人去仇恨 所谓的上一辈的人 为什么这么讲 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说 民众党要修法 他们党章 16岁不具有法律年龄 如果他加入了民众党 他的父母反对怎么办 你就会产生所谓的法律上 他到底有没有足够 去认别认识 负担这个法律相关责任的问题 所以16岁他不具有 完全的法律人的责任的时候 为什么提倡叫18岁公民权 18岁公民权 是因为18岁的年轻人 他已经要付全部的法律责任 而16岁是还在保护的阶段 第二个就是学校这个领域 18岁以后 但大学生不会全部每天聚在一起 高中生是全部每天从早上起床 到晚上甚至晚上都在同一个群体里面 你再把政治带进来 因为政治就是对立 他就会产生冲突 产生冲突就算了 他可能会产生所谓的群体之间的霸凌也好 冷暴力也好 边缘化也好 尤其侯友宜支持侯友宜都不敢出声 对不对 也有支持侯友宜的高中生 但是我同学都不支持侯友宜 就变成沉默螺旋 他会变边缘化 会变成暴力 那第三个更可怕叫红卫兵 为什么叫红卫兵 就是世代这件事情 最近除了爱丽莎莎 这个就是所谓的作票影片 狂喜之外 为什么流量那么高 网红只在乎流量 很多都是对岸来的流量 所以对岸为了否定台湾民主 透过所谓的作票这件事情 去让这些网红们有流量 另外一支影片非常红的就是 他们弄所谓的孙子兵法 找阿公阿嬷去谈所谓你支持谁 把这些影片po上来 流量非常高 为什么呢 他们故意去亏这些阿公阿嬷 你支持赖青特好好笑 你支持侯友宜好好笑 他们年轻人不懂 他们只是觉得好玩 po上去流量高 他们有成就感 他们就会不断的去复制贴上 这样的状况 他要希望造成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台湾的世代的仇恨 那台湾的世代的仇恨 是因为年轻人吗 不是 都是因为对岸给流量之后 用流量去操作相关的议题 让年轻人产生了对于世代的仇恨 这个才是柯文哲最过分的地方 最可恶的地方 因为他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他刻意要年轻人这么操作 这也是柯文哲邪恶的地方 我来補充一下吳子佳说的 因为柯文哲罵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他应该是柯粉 反正有人骂说是 我觉得念出来我都会不好意思 某个动物的民调 然后吳子佳就讲说 当他所谓的白铃教增加的时候 他的中间理性走了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当选总统 但是他有可能是扮演那个扯后腿的人 然后让别人落选总统 他挖了一票不理性的 他的理性的选民会离开 我们刚刚其实挖了很多篇幅 是民进党这边也在想说 突破对不对 你们有感受到困境 那我请教林涛 国民党的败选检讨 检讨出什么 基本上因为这一次我们在总统 没有办法获得胜选 可是我们去年九合一是大胜 到今天是国会最大党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归纳出一个做法 就说要全面年轻化 说真的 我補充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败选检讨三因素 我先把它念出来 败选检讨三因素 我看了之后 我有一点觉得 这好像不是败选检讨 第一点是蓝白河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了 不成功 第二个是大选 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 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 对啊 因为他们民党有执政包袱 所以就觉得这句话好像蛮违和的 那后面这应该是事实 因为他说南部四个县市 输了七十多万票 所以深耕南部的地方要再加强 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吗 基本上我们明天开始会去 去做这个检讨的座谈 然后在所有的县市座谈完之后 我们才会提出一个正式的检讨报告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 过去国民党赢在哪里 赢在在这个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有150位像我们这种 就是年轻的民意代下去竞选 那这个在整个县市首长的提名 正确也正确 那这一次在国会提名 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的平均年龄 48点多岁 是全三党最年轻的 这个部分一定要延续 政党的板块动很快 蘇培跟我们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民意代表 政党怎么接触年轻选民 第一步就是让很多年轻的选将 去跟年轻人接触 能够吸引到年轻人目光 才有机会有下一步 不然我说真的 下一个四年 很快就要到了 你能够不经营 这些年轻的族群吗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的检讨报告 一定会往这个年轻 改革的方向继续前进 那你们是要怎么经营 因为这边已经 其实有的东西开始在跑 只是可能过程间 像孙季才有上党 不然孙季没上党 你们的部分 你看像去年九合一 就提名150位的年轻的选将 所以你说说你们从 人才的部分开始 对 人才的部分先 因为说真的你人才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 让这些年轻人看到你们 看到这个政党的希望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年轻化 第二个事情 过去大家说 你国民党是跟中国比较近 什么 我们朱立伦主席也是在华府 成立这个国民党的办事处 直接跟美国对接的 所以这些好的地方 要持续往前 而不是有三四个人 在对面叫嚣完 我们就往那个路线走 千万不会 你对他们火气很大 郎东我请教 因为其实各种检讨声音 对国民党的部分 肖静岩 田芳伦 对于东周 就是觉得说 党主席有一些相关的状况 可是党主席说 我听到就像刚刚林涛讲的 他讲说 我听到的是更大的声音 要我坚定的留下来 叫我要扛起来 所以我会忍辱负重 我会坚定的奋战到任期结束 结果网友就开始吐槽 现在你是又听到 淡水阿嬷的声音吗 加油 国民党很快就会回在你的手上 他就觉得完了换听 怎么会只有听到 自己想听的声音 就特别大声呢 那你觉得他们的败选检讨 包括朱立伦不下台 你会怎么样来看 因为林涛刚刚已经先走了 我刚刚原本很想吐槽他 一开始的时候 先监造黄珊珊 那不敢在我们节目上检讨 因为被我们吐槽 所以说他刚才就说检讨支持者 都来一个支持者 死骨不化 就讲来讲去就讲别人 其他意思就是说 希望巩固他的这样子 背后的老大朱立伦 能够自己把党主席做完任期 那朱立伦他现在又说 他听到这位耳边有什么声音 很大的声音叫他留任 所以大家就想到说 是不是当初的淡水阿嬷 就是继续在脑海里面回当 那个幻听又出现了这样子 但是目前来看是说 朱立伦他确实 应该是不会有其他人挑战他了 因为最有机会去选下一任总统 这个卢秀燕 他们没有要抢这个位置 然后赵少康斯副总统 表现得也不错 他也没有要抢这个位置 因为到明年七月的时候 党主席会改选 然后就一次当四年 大家都想要当那个四年的 完完整整的 不想要当这个朱立伦一年的 不想要先花了资源 然后很快的又 对 还要发给国民党薪水干嘛 是不是他还打一个如意算盘 说如果立院里面蓝白合作 把那些党产都拿回来 不当党产恢复之后 我再回来当党主席 我就不用募款 因为党产就很多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朱立伦 他自己想要延续自己的权利 然后其他人又虎视眨眨 等着选下一届 所以朱立伦会继续当是没错 但回过头来的话 我觉得民进党也是要感谢朱立伦 如果不是朱立伦 跟郭台铭那狗狗笛 然后合作跟 一下这样 过了一关之后说 没有我们还要非律大联盟 还去什么去祷告 然后去骗郭台铭 骗到郭台铭很生气之后 出来要选 然后接下来就跑去搞蓝牌盒 如果不是一连串弄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用办一个公平公正的 一个征召或是初选 其实这一次 赖心者可能没有那么好选 如果他也不排斥郭台铭 但是选法公平 给郭台铭时间 最后出来是郭台铭 郭台铭整合掉柯文哲 变成郭赖两个人相争的话 其实民进党是非常难选的 所以我觉得是说 国民党他现在也没有要 特别要进行年薪票的意思 他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年薪票先送给柯文哲 反正像柯文哲 他继续跟国民党 若即若离的状况底下 让那些柯文哲吸交一点 民进党的这些年薪票之后 国民党蓝营 透过他基本的组织 地方执政上的优势 这个组织票来获胜 就是他未来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其实本质上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改革 他唯一有改的这个部分 恐怕就只有在一些 网络的这些谣言 网络的公式会持续不断 而且不断的进化 跟中国这些戒选 高度密集的结合 包括说林北好友 最近又发文了 他要重新复苏 他不是来回这个 他就是调查过程中 他觉得他大概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也不会牵连到 他背后的这个组织 大家都觉得他背后 跟云林张家 有千尸万里的关系 而且你不要以为 国民党只有一支网军 还有一堆没有被抓到的 在幕后 持续的在运作 而这些就会成为 未来选举当中 干扰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网络平台非常的多 最近 其实我已经加入了 但是我最近才知道 他叫做串串 那个trade的部分 那感觉最近看到是 小英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还有包括小美琴 都玩得蛮凶的 这一块猫猫你的观察 串串其实在前几个月 就是台派的年轻人 就是涌入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大家 前几个月刚好就是柯文哲 他们就下令说去留言板去洗好的头科 对其实那个时候有许多那个 他们在脸书上面的平台就觉得说 一整天一直被洗好的头科 好的头科 所以受不了 所以他们就是集体移到串串去 然后发现说 这边好干净好清新 因为是新的平台 所以没有网均 所以在那边开始 在那边开始 就是可以洗 跑到那边讲柯文哲的坏话 所以大概在三个月之前 大家就知道说 你想要去同温城 想要去看更多柯文哲坏话的 你就去串串 然后就大家这边经营了三个月 最后在选前大概两三个礼拜 忽然之间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里面下令 还是怎么样 就忽然之间有了一批的柯粉进去 就柯粉进去开始到处去洗板 然后打得很凶 不过那个时候至少是打得开心的 因为至少我们知道说 这些不是网均 不是假账号 是真人操作 所以这样子至少我们会觉得说 我跟真人 我愿意花时间跟他对谈 可是如果是假账号的话 我就跟他们直接封锁 所以其实到前几个礼拜前 就一群柯文哲的知识者涌入 大家就是互相交流 结果一开票之后 全部不见了 全部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他们觉得说这个平台 就是还是失望还是怎么样 因为有几个 他们是小众 他们就不想玩了是不是 可能是 因为那些账号就是个 选钱一直跑来我 这边跟我每一篇认真的文章 下面就跟我洗板 或者来酸我 臭我 我想说你每天来 我一开完票就不见了 因为没穿裤子 因为网均预算没了 然后呢 因为我又不用理解 因为随时前一阵子选钱的时候 就有一堆我叉叉税 我20岁 我是一个什么学生 我来自哪里 我原本挺绿 我现在挺特务的 这个套版出现了非常多篇 因为他是把这个文章丢到AI里面 稍微改写之后变另外一篇 然后拿另外一个账号不断去洗 然后这些账号到现在全部都消失了 对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很多 他们就讲说 他有公版 然后大家就改名字 改那个 日期 还要改那个年龄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放上去 就讲我是挺科的 我是小草 但是就选举完都不见 结果选举完呢 一堆那个绿营的政治人物 通通加入进去了 全部都是这个礼拜加入的 然后你知道 很多人就进去里面 在那边互相闹 像3Q陈柏伟 陈柏伟我刚刚看他是4万9 4.9万 然后赖品宇是5万嘛 所以他就刚刚发一篇 我刚刚节目前发一篇 他到底要发什么 才可以赢过赖品宇 因为他跟他只差 一点点 几百而已 对啊 然后你知道我最气的是 因为我也玩了大概两个月 我玩两个月 我觉得我都很认真发 我都写一些认真文 认真文 你太认真了 结果 在运棚 在运棚他加入两天 一直在发废文 一直在发废文 只发两篇 我两万啊 他已经12万了 他下个礼拜就要赢赖蔡英文 蔡英文22万 因为他有个很帅的儿子 他就介绍自己写 郑运棚的儿子的爸爸 对 他只要写得得爸爸就好了 对啊 他就是 我看他加入两天 他两天一直在发废文 各种莫名其妙的废文 可是就爆炒 那个比较符合他原本的样子 对 就是都没有 然后那个王毅川 也是昨天开始玩的 他一个晚上就1万 1.5万了 对 对 大家就是 麻烦去追踪一下王毅川 然后去追一下赖萍英文 不要让3Q赢过他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现在很多的 不管是选上没有选上的 绿营政治人物 他们就是选后开始 把拘束器放下 然后在那个串串里面 就是展现自己 可是串串这一个平台 因为其实像 因为猫猫你很认真发文 会不会是你太认真了 串串是不是就是一个 easy的地方 还是比较休闲 我觉得是这样 他比较类似大概 他的演算法 有点类似十年前的脸书 对 他大概就像 重点是你讲到重点了 所以脸书后来是不是怎么了 有点奇怪 中老年人使用吗 不是不是 他的演算法 演算法 他会把一些不想让别人 看到的东西遮蔽住 例如说这次选举 他这次选举 很多台派的人都有发现说 大概选前 从去年9月开始 9月10月开始 你流量本来很大 但你只要提到政治 跟政治有关的 他马上限 大概限制了原本 五分之一的流量 其实还很凶 像我一篇文章可能5000赞 好 可是我提到柯文哲 或是很多政治人物关键字 他就会降到几百赞 真的 对 就真的很善良 对 真的 然后导致我们后来 要发文 我们就是要用注音符号代替 柯文哲也不能叫柯文哲 叫柯批什么之类的 然后只有一些 比较没有名气的政治人物 我可以写他全名 像 你这要举例 柯美来 柯美来就没有被挡 所以像我写文 写到柯美来 可以有七八千个赞 对 但是如果提到政治人物 就变几百个赞 就是他的演算法有差 然后串串 其实就像是10年前的 那个脸书的那种 他竞雄 对 很正常 没有人工后台的操作 对 就是有差 就是你现在发文 触及力都很高 我虽然说两万而已 但是我刚刚 随便发一篇文 他至少就是两千赞了 而且他的反应 非常非常的及时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平台 其实就像看电视一样 你有很多台可以选择 你就可以摄取 不同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经营的时候 真的不能只 顾守一个机台 这是对我讲的 也是对所有人讲的 对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常年 我在网络写文章 已经20年了 我前面是用blog 但是我后来在2017年 在众多学生的强力要求下 才开始写脸书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 脸书它的群体 是比较固定的 所以这一次也有考虑 要再重新开辟新的平台 社群平台也要开这样 一定要 那创新 有一个阴霾 他检讨支持者说 不然 因为他们就要去上班 不去投票 那不是我民调 碰风险灌水 失真的太厉害 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他讲完这些东西 我是怀疑那一些小草 会不会真的变仙草 因为他真的把选民 当成是三岁小朋友在呼嚨吗 反倒是 我今天我真的要夸奖一下侯友宜 有一篇报导是侯友宜 他是打电话给赖清德 要跟他给他招起 因为手机不在赖清德的身边 所以有什么电梯管制 等这个手机传递的过程 一直传到赖清德的手中 要讲电话 花了十五分钟 那侯友宜说 这也没什么啊 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分话 不要冲突 不要对立 选完要学会放下一切 面对的不是个人 而是国家要团结 你看人家话讲得多漂亮 这次没换裤子 下次记得把裤子穿上 柯文哲从台北市 算计时57% 41% 23% 你要去研究的是 为什么支持你的人越来越少 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星团加油 我们再会